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要向美国买武器了 台湾叫做军购案 军事上的购买案子 这个案子我聊出来拦截 就是说台湾不可以买武器 不买武器的原因很多 我是正本清源 从根本上面谈 这个武器为什么要买 请大家注意我在台湾都用很务实的方法来表达我的意思 我在台湾很少谈大道理 比如说我跟台湾的同胞常常说 跟大陆和好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我不谈民族大义 中华民族怎么怎么样 我不谈大道理 我谈得很务实的 就是跟大陆关系改善以后 对我们可以赚多少钱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说起来好像层次不高 可是很务实 务实就是使皮肤一般小百姓听得进去 你跟他谈民族大义 中华民族统一 这是高调 你跟他谈 你可以赚多少钱 哎 这个他听了 又去了 这就是我李奥所谓的务实这一面 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邦交的以后 台湾怎么办 跟台湾的这边所谓中华民国断交了 可是美国帝国主义不肯放弃台湾 怎么办呢 哎 我保护你台湾 可是保护又师出无名 怎么办呢 哎 我卖武器给你 使你能够保护你自己 这个武器啊 卖给你是防御性的 你不可以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是你可以保护你自己 严格说起来 从战术观点来看 这是错误的 很多战争 攻击就是防御 因为怎么只有防御性武器呢 你只有防御性武器 并不能够防御 你有攻击性武器 才可以防御 可是美国不管 我卖给你防御性武器 因为台湾呢 就傻傻的 就一路买美国的武器 可是美国这样做 是不是骗台湾呢 现在被我拆穿了 他是某种程度的在骗台湾 因为这些武器啊 保护不了你自己 可是保护了美国 保护美国什么 保护美国的军火商 军火商卖给你武器 他赚了回扣 赚了钱 把钱偷着给了美国政客 给了美国总统 所以他们拿到好处 所以台湾变成了傻瓜 变成了凯子 我在台湾的所谓国会立法院里面 我加入了国防委员会 我是国防委员会的委员 我出来拦截这个军构 我看来看去啊 因为我这么聪明的人 怎么样可以拦截呢 只要我压住一个人 我说服了一个人 我说动了一个人 就可以压住 那个人是谁啊 就是马英九 马英九是国民党的党主席 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的这个立法委员的数目 加上宋楚瑜的亲民党的立法委员数目 正好是111个 正好超过了半数 换句话说呢 如果这两个党的立法委员不动摇 联合起来 手拉手 反对向美国花冤枉钱买武器的话 这个案子就可以被拦截 宋楚瑜的亲民党没有问题 可是马英九的国民党有一点七嘴八舌 所以我说 只要我抓住马英九 动不动摇 这个问题就可以稳得住 所以呢 我写了封公开信给马英九 大家看当天的报纸 在2005年12月23号礼拜五的报纸里面说 李敖说 看门狗自费买骨头 太贱了 台湾给美国做看门狗 怎么买骨头它自费呢 李敖说 大局为马英九试问 要马英九从严把关 马英九回答我说 支持理性军构 没有放水问题 我马英九没放水 你得要说我放水是不正确的 有没有放水呢 我举出证据来 重要一个证据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花钱买武器啊 美国买武器给我们 根据什么理由啊 说根据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 张三也说 李四也说 美国也说 台湾也说 都不仔细的研究这个法律 我李敖 我讲了 山不转路转 好死不死 忽然变成了所谓的立法委员 忽然被我一头砸进国防委员会 我就把这个法律啊 仔仔细细的研究 发现美国是说 他要provide武器 防御性武器给台湾 provide英文的意思是 PROVID 这个字没有买卖的意思啊 从1300年以来就有这个字 冒出来的字 没有买卖的意思啊 为什么一定是买卖的啊 可能美国送给我嘛 可能美国借给我嘛 都可以啊 为什么是卖给我们呢 所以目前政治就发生了政治点 就是没有买卖的意思 而美国立这个台湾关系法的时候啊 里面说的很清楚 去基于美国政治的安全的经济的三个利益 他provide这个防御性武器给台湾 没有说基于美国台湾三个利益啊 没有说我管你台湾的政治的安全的经济的利益 没有这样讲啊 他是基于美国的利益 基于美国的利益 你卖给我 为什么我要付钱 所以根据这个法律的精神 立法精神来说 我说至少我们不要钱 有武器我们要不要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至少我们不要再付钱 这是我整个的构想是这么来的 讲这些问题都不了啊 我给大家讲个笑话 一个有名的妇产科医师 他的证所里面 有好几间啊 这个针针针 病人来 每人一间 他就像那个 齐王一样 什么叫齐王啊 下棋的时候 他五六个人 每人一盘棋 大家坐在那里跟他下 他走在这里 下棋 走在这里下棋 走在这里下棋 走在这里下 他一看就知道怎么下 对方 脚印脑丝 导致跟他下 下完了以后 这五六个人全部输 每个人都赢不了他 为什么呢 他本人大 这个有名的妇产科医师 他在医院里面 证所里面 也叫五六间房 这些大肚子女士来了 每个人都是 一路上看过去 来了个乡下女人 不懂事的 到了 妇产科医生的医院里面 妇产科医生忙掉了死 就说 掉到小房间里 你先把衣服脱掉 因为要检查 把衣服脱掉 然后他去看第二间房 再把脱衣服 看第二间房 看第三间 然后又回来 到第一间房 这个生下女人 没脱衣服 脸红红的没脱衣服 这个医生说 我不知道你把衣服先脱掉吗 我要检查 先脱掉 这个生下女人说 你先脱嘛 你先脱嘛 怎么要我先脱呢 他又不好意思 又半退半就 所以他跟医生说 你先脱嘛 他不晓得 脱衣服是为了检查 他以为脱衣服 这个医生就有目的 他又不能拒绝 他说那你先脱嘛 整个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就是这个 乡下女人 跟妇产科医生的关系 乡下女人 明明是你要检查 怀孕的情况 是你要脱裤子 你要脱衣服 你怎么叫人家先脱呢 今天根据美国的台湾关系法 注意哦 台湾关系法 跟台湾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它不是跟台湾的条约 双边条约 互相约束 互相保护 这个不是条约 是美国自己单方面的法律 是美国的国内法 你的法律 定到台湾的头上去了 你不是神经吗 你不是欺负人吗 好 定到台湾头上去以后呢 台湾关系法里面 说得很清楚 是基于保护美国的三个利益 第一个是政治的 第二个是安全的 第三个是经济的 而提供 provide 武器 防御性的 给台湾 换句话说呢 是你美国要表示出来 把武器给我 而不是我向你要武器 可是像美国啊 做了手法 是他明明是保护他的利益 结果变成台湾要向美国 看美国脸色 向美国买武器 不通嘛 基于保护你的利益 是你向我求我 帮你忙 用这些武器 在第一线给你看门 我做你的狗 所以你要提供我的武器 我的狗 那个骨头 咬着骨头 都是你主人提供的 我替你看门嘛 怎么说 为了你的利益 还叫我花钱买你的 买你的 为了你的利益 你怎么让我也 我先脱呢 怎么要我 富场哥一时脱衣服呢 所以整个的笑话 就这么来的 所以呢 整个的结论呢 就在 就是在这里 就是这个解释问题 现在我用解释问题 卡住了整个的局面 所以大家看到 今天啊 台湾这个问题啊 被我们给卡住了 大家看 看到没有 美国讲话了 看到没有 美国的报纸啊 美国说 台湾自卫 不是美国的责任 美国国防部的大员 大员说 就Rose讲 他说 台湾的自卫 是台湾的责任 不是美国的责任 他又说 如果你们无法防卫自己 我们也无法帮忙防卫你们 这是什么混蛋话 刚才我讲过 你是乡下女人啊 是你要检查你肚子里面小孩啊 你是孕妇啊 你在找我 今天你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 是要保护你自己的三个利益 所以他抢抢台湾 因为台湾站在第一线 在前线 他保护你 是不是 你怎么说 为了你的利益 责备我 说我无法防卫自己 我们就无法帮忙防卫你们 谁要你防卫啊 为什么我说台湾一定要 要跟中国大陆 制造一个战争的关系呢 我可以台湾不要这样做 为什么 为什么你美国这样做 为什么你这样做呢 所以问题出在这里 然后被我们拦截 这个案子 推动不了 大家看见 然后 陈水扁 宣布 他说宋楚瑜跟他 承诺推动军购案 就上一次 所谓的 扁送会这一次 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看 陈水扁说 宋楚瑜答应 从北京回来以后 通过军购案 没有这个事情 你看宋楚瑜 你看没有 没有这个事情 大家看 国民党 亲民党 马英九的国民党 宋楚瑜亲民党 对军购案态度 将转正面 看到没有 要说 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呢 因为 国安系统的人事研判 国民党态度转变 换得美国支持 连战访问大陆 这就是我在节目里面 所说的 连战去北京 可能有他 他们私人的 国民党的 自私的目的 就是 他去北京 美国赞成 美国赞成 这边 民进党的 陈水扁 就不敢过分的 浇浪水 所以这里面 有阴谋的 所以连战 去了北京以后 北京欢迎他 回到台湾 就去美国 所以这个动作 是怪怪的 怪怪的 好了 现在问题出现了 今天 马英九 做了国民党党主席 他可能 现在不断传出消息来 松栋 说 他学了 宋楚瑜 亲民党的一个口号 就是我们不做 凯子军购 什么是凯子军购 不做凯子军购 凯子军购 就是傻瓜军购 不该花的钱 花了 买错东西 该买东西没买到 这是凯子军购 就是笨蛋 军购 买东西买错了 不做凯子军购 所以现在 马英九也学会了 说凯子军购 我们不做 今天我 李奥出来了 我说 松栋瑜 马英九 你们都错了 你们说 不做凯子军购 可如果这个军购 不是凯子 你们就做 对不对 他们说 对 好 错了 我说 只要有购 就是凯子 为什么呢 根据美国的台湾关系法 PROVED PROVED 这个字的意思 是提供 供应 供应台湾的军事武器 供应台湾的 藏狱性武器 没说付钱 既然 这个英文字的意思 不是说付钱 你付了钱 不就是错了吗 就是凯子吗 可以不战而取人之兵 不付钱而取人之武器 为什么要付钱呢 付钱就是错误 所以现在 目前我出来以后呢 这个事情变得 复杂得不得了 看到没有 所以马英九 现在党主席 或者说 台湾适当防卫 反凯子军购 马英九 你反对凯子军购 可是 马英九忘了 我李奥今天所说的 只要够 就是凯子 只要你买 就是凯子 所以你不是说 我买了 买了以后捡了便宜 花了很少的钱 你只要花钱 你就是凯子 这是我提出来 一个新的观念 现在 陈队扁 向美国人交不了差 为什么交不了差 因为美国人 同意陈水扁 坐在这个假 就肚皮上 坐在这个 假枪 假枪上 美国人 所以支持他 就是说 你要买我的武器 买我的武器 我的军火商可以赚钱 军火商赚钱以后呢 就可以把回扣 分给我们 布什总统这些人 等于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所以陈水扁答应了 美国军火商 也拿到这个钱了 结果 有人出来导弹 当然不是我李奥一个人 可是我李奥导弹的技术 技巧最好 拦住了 做不下去 结果在立法院里面 被挡了41次 这个议案呢 排不进去 要钱这个议案 排不进去 持续扁没办法了 大家看 陈水扁怎么说 持续扁说 军构预算怎么编 请立院明示 你们说吧 你们这样挡我 我怎么要买武器啊 请你们挡吧 告诉我怎么说吧 现在我李奥出来说了 根本不可以花钱 不花钱买武器 不花钱拿到武器 就是我们的本领 说怎么可以 所以陈水扁以为 军构案明年二月 他们可以过关 可是对不起 你看 在李奥的追问之下 看到没有 这个问题 不是那么容易过得到关 因为被我李奥拦住了 讲的话 好像把我的自己的身价 抬得特别高 可是我告诉大家 的确是我的关系 把这个问题闹大了 的确是我的关系 是台湾人 清楚的知道 目前的情况 什么情况了 看到没有 军构是我的关系 报纸上可以这样的炒作 我可以为马英九试问 为什么呢 给他们强大的压力 压力什么呢 就是我告诉大家 我们买这些东西 换的什么 我在台湾的 所谓国会立法院里面 问国防部长李杰 我们买了这些东西 老共 共产党打过来 我们可以守多久 李杰 坦白跟我说 我们可以守 两个星期 挡住共产党 挡住两个星期 我说两个星期以后 挡得住吗 挡不住了 那怎么办 国防部长李杰说 靠美国人来救我们 我说美国人如果不来呢 他说我们就打死 战斗一兵一卒 最后一个兵也打死 一个小卒也打死 就是说狠话了 我说美国人不来怎么办 到底来不来 这个李杰国防部长说 这个话不能说 为什么不能说 因为他没有把握说 美国没有说来 也没有说不来 美国说什么呢 美国说 我严重关切 什么叫严重关切啊 就是我很正式的 来面对这个问题 表示严重关切 我来不来啊 不知道 我只是严重关切 所以那天 我又逼台湾的 在美国的地下大使 叫做李大为 我说告诉我 美国到底来不来 他说如果台湾变成了 焦土 美国就不来了 换句话说 两个礼拜以内 老共 共产党 使台湾变成一片火海 美国就不来了 换句话说 你守了两个礼拜 美国人可能不来了 所以今天呢 被我咬住 我逼问马云九 你是英文好的 你是法律好的 请你看看 美国人的台湾关系法 他跟他严重关切 他没有说他要来 到时候他不来 我们买这些武器干什么呢 军购买了以后 不管便宜贵 买了以后 他不来 我们在干什么 所以今天我逼个马云九 要答复这些最根本的问题 这些根本的问题 能够解决 再谈台湾的武器 是买啊 还是要啊 还是怎么样 再谈 先问 你美国来不来 你美国不来 你叫我抵抗共产党 我打不过他 台湾变成一片火海 一片焦土 台湾变成废墟 照着台湾的 在美国的地下大使 李大为 在立法院里 跟我李奥老师说的话 是说 变成废墟 就不来了 台湾当然可能变成废墟 那么我们拿了武器 抵抗了半天 最后死了一条 那干什么呢 所以今天被我抓住 根本的问题 来问 美国来不来 到现在 他们被我卡住了 还没有解决 所以现在等他们来解决 这个问题答案 是非常有趣的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